您还欢迎收看11月30号的观点侠新闻 我是陈慧玲 我们的新闻除了会在频道播出 加入观天下粉丝页 在我们的右下角QR Code可以扫描 一样可以观看观点侠新闻 新北市欢乐耶旦城上星期五开城 而最新的免费LINE贴图 跟着熊秋葵搭捷运玩新北耶旦城也正式上线 而新北市在地插画家熊秋葵 是结合欢乐耶旦城和新北捷运等意象 创作了最新的贴图 一块去了解 去年新北市欢乐耶旦城 约吸引430万人次 而今年耶旦城规模更盛大 预估参观人次将突破500万 为了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车捷运等 大众运输工具前来 除了参加耶旦城活动 也可以踊跃下载市府期间限定的 免费LINE贴图和亲友互到佳节祝福 我觉得我非常惊讶 熊秋葵能够画出这么可爱的一个贴图 展现出我们这次欢乐耶旦城 还有搭捷运来欢乐耶旦城的一个 整个的贴图 那当然我也在里面 那感到非常的开心 觉得相似度蛮高的 而且很卡通 很有趣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免费的下载 多多的下载 这次是邀请插画家熊秋葵 笔下角色与新北欢乐耶旦城 捷运环状线和淡海轻轨结合 八张LINE的天图可爱又实用 让朱立伦大为惊喜 朱立伦表示 即时通讯软体LINE 已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连结 大家也习惯透过贴图传达讯息 而熊秋葵所创作的贴图 充分展现搭捷运来新北参加 欢乐耶旦城的快乐气氛 我觉得是带给大家一个可爱氛围 可爱氛围的一个新北耶旦城的感觉 然后还有帮忙宣传我们以后 那个新北环状线的告知 然后其实我们希望是用一个 比较轻松愉快的画风跟质感 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新北可爱的样子 一方面大家搭捷运来我们的欢乐耶旦城 另外一方面下载贴图 跟大家互到耶旦快乐新年快乐 同时平常还可以跟大家抱抱爱爱你 爱爱你或者是大家彼此说OK 赞都是彼此鼓励的 节日起到12月27号至 加入新北市政府LINE官方账号为好友 就可以免费下载贴图使用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体验 今天分享是五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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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